衛福部說青少年自殺率增加 是因為台灣高樓 你有沒有覺得這是一則笑話 一個字 絕 台灣的青少年真的壓力太大 衛福部的心理健康師的司長 站立中回答說 這10年來台灣高樓的增加 導致青少年有衝動性跳樓 也是一個未來防止的重點 衛福部的心理健康師的司長 你真的在全世界的兒哨福利的專家面前 你真是鬧了個笑話 鬧了個國際超級大笑話 有一則新聞把它當笑話看 這個標題一看我就覺得好笑 衛福部說青少年自殺率增加 是因為台灣高樓多 你有沒有覺得這是一則笑話 我們就把它當成一則笑話往下看 好聯合國的兒童全力公約國際審查 今天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舉行了第二場的國家報告 由荷蘭英國澳洲愛爾蘭跟塞爾維亞的專家擔任這次的審查委員 一共有檢視了台灣從5年來兒童人權的重要發展 其中衛福部官員的報告中說 青少年自殺率高可能是因為近10年來台灣的高樓增加有關 這次發言引起了 我想這個真的是鬧了世界笑話 我不知道有沒有會不會登上什麼CNN BBC當成笑話 國際審查委員現場就提問了 國際委員是來自荷蘭英國澳洲愛爾蘭跟塞爾維亞的專家 台灣生育率低 但是兒少死亡率卻很高 特別是自殺的比例跟交通事故死亡率 是什麼原因呢 他說死因追溯問題目前只適用於6歲以下的兒少 然而為什麼只限定在6歲以下呢 為什麼不是針對18歲以下的所有的兒少進行分析呢 這位專家問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生育率低 按理說死亡率呢 生育率低死亡率應該理論上會低啦 但是因為他是比率啦 所以不見得有百分之百的關聯 特別是自殺的比率跟交通事故的死亡率卻高 那你可不可以說交通事故死亡率高 是因為台灣的車子比較多 或者是路上行人比較多 真的是笑話 好那麼這位委員還追問嘛 他說你們談兒少的時候為什麼談6歲以下 不去談18歲以下這個講到重點 你想想看6歲以下6歲以下怎麼會自殺呢 都偏高了 那18歲以下是不是衛福部不敢統計 因為18歲呢有很多 那個就是青少年功課壓力或各方面 衛福部為什麼把兒少定義在6歲以下而不定義在18歲以下 這也被了國際間的這個審查委員給質疑嘛 但是他沒有給答案 好 那麼這個專家學者繼續問說 在自殺這個部分 他認為多半是個人因素 他說我們想要知道有沒有做什麼研究 就去了解是不是有一些精神上的健康問題 可能是出自於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比方說壓力太大 問這個問題的專家真的是專家 台灣的青少年真的壓力太大 我來美國以後帶著小朋友來念書以後才發現 但是讀書只佔他們人生當中高三 我女兒現在是高三 只佔他一天時間大概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其他時間他在作曲 唱歌彈吉他打籃球 參加啦啦隊 你想想看我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在台灣的高三學生 通通都沒有一樣東西都不會有 你說我講的對不對 只要你還想要考大學 什麼唱歌彈吉他作曲作詞參加詞曲比賽 參加學校的啦啦隊 還去參加籃球校隊 你有聽說過台灣有一個認真想要考大學的高三學生 敢花三分之二的時間去做這些事情嗎 這個就是一個全人教育 這就是一個平衡的教育 結果你看台灣的這些人 這個青少年兒少自殺率偏高 所以這個專家是問到了核心啊 結果衛福部的心理健康司的司長 站立中回答說 關於自殺的部分 其實我們從這10年來 兒童青少年到青年自殺率緩步上揚 當然以前台灣自殺率在兒少是低的 但這10年來隨著台灣工業化商業化發展 家庭支持力道降低 我們確實可以看到一個緩慢的上升 這個站立中繼續說 他說這幾年發現青少年自殺率突然增加 如果我們扣除跳樓的因素就沒那麼明顯 他的意思是說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知道 這個跳樓是最低成本的嘛 你什麼就是你只要 而且是幾乎是你要尋死幾乎沒有出路嘛 幾乎沒有沒有尋活的可能性 他說啊這個心理健康司的司長講這種話 你真的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他說這10年來台灣高樓的增加 導致青少年有衝動性跳樓 也是一個未來防止的重點 他的意思是說 高樓呢 會造成青少年的衝動性自殺 意思就是樓高太高了 那照你這樣講 美國應該沒有自殺的人口 錯了 我告訴各位 美國有兩手在加州的很有名的 矽谷很有名的學校 你知道他們誇張到什麼地步嗎 他們誇張到 家長要組一個團 24小時的當志工 在他們學校附近的火車經過的平交道 當志工 防止學生握鬼 真的我沒有開玩笑 但是我要進一步講 你剛剛不是說 美國的這些學生都很開心嗎 功課壓力很低嗎 我要講的是 這兩所學校所在的地方 跟這兩所學校的華人 亞洲人的比例高達80% 那各位就懂了吧 因為 也不是說很誇張 但是他們過去確實發生過 而且不是一樁 所以 最後 家長就組了一個志工隊 在平交道的部分 擔任巡邏 結果你看 那些人是把 亞洲的那些讀書的 填壓的 增進的 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的觀念 帶到了美國的這些華人多的學校 或者亞洲人多的學校 這些學校的華人 大概占了 大概占了二分之一強 再把亞洲、印度、日本、韓國 這些加進去 大概七、八成 好 那麼 照你這樣講的話 美國按理說 應該不會有人 青少年自殺 為什麼 因為美國90%的人都住平房 誰跟你住高樓 所以這個 我也不不得心理健康是死長 你真的 在全世界的 兒少福利的專家面前 你真是鬧了個笑話 鬧了個國際超級大笑話吧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